7月30日,中国游泳队再度传来捷报, 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获得金牌, 成绩是1分55秒00,打破亚洲记录。 这是中国代表团奥运会中获得的第16枚金牌, 也是中国游泳队在本届奥运会的第三枚金牌, 也是游泳男队和汪顺的个人手金,恭喜汪顺。 这场比赛汪顺可以夺冠,确实是人爆了, 比赛中,他上演大逆转好戏, 从最开始的第三名到最后50米转身的时候, 依旧是第二名落后美国队选手安德鲁超过一秒钟。 结果,最后50米的自由用,汪顺上演最后50米神奇反超, 甚至还不到30米的时候,就已经开始处于领跑的位置了, 直接抹平了和对手之间的差距。 最后到边的时候,汪顺成为第一名, 以1分55秒00个人最好成绩,打破亚洲记录。 同时,1分55秒00的成绩,放在上届里约奥运会也可以夺冠。 而上届奥运会,汪顺是铜牌, 他的成绩是,1分57秒05, 五年的时间,汪顺提高了2秒05, 恭喜汪顺。 这次汪顺也斩获了个人之夜生涯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, 从最开并不被瞩目, 因为有有难队的领军人物。 很多网友都表示,眼下是徐家鱼, 但徐家鱼因为身体等原因,成绩相对一般, 这次男队的扛顶人物是汪顺, 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, 迎来了巨大的突破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在奥运会开幕前, 美联社和游泳世界, 在点凭中国游泳队的时候, 认为不会有金牌, 有奖牌也是张雨菲, 李冰杰和杨迅轩, 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女将。 也就是说, 一众的美媒都是看摔中国游泳男队的, 认为他们不会拿下金牌, 甚至也不会有任何奖牌, 但这次汪顺用一块非常宝贵的金牌, 狠狠打了看摔人的脸。 最后也恭喜汪顺, 他成为了个人职业生涯重大的突破, 也是中国游泳男队, 在本届奥运会的手心, 终于证明了自己。 也期待接下来的接力环节, 汪顺可以有好的成绩, 争取再度收获金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